新月幸福乐 你是宇宙万有下唯一的唯一 也只有你才被赋予追求人生课题的能力 你劝缺的只是练习 欢迎你来到新月幸福乐来练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很开心的想跟大家介绍克里昂的一本新书 叫做《人类进化的重新教准》 我们也请到台湾的代言人邱俊明来到我们的线上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克里昂资料的翻译邱俊明 我是翻译啦 不是代言人啦 快啦 快是代言人了 对啊 因为你知道吗 我发现这一本有解惑了我一些多年来的疑问 你知道吗 怎么说呢 因为你知道我在他的第一本书或是好像第一本或第二本书 然后他就一直在讲说什么地球啊 然后会重新倒转啊 然后会转过来 就是因为词化的关系啊 南极会变变北极 北极变变南极这样子啊 所以整个就会有所不太一样之类的这样的预言 然后你知道我针对多年来的这一句话 我就一直在想说好 那我就看他怎么变 对 对 然后这样多年来以后 大家就没有看到他就是有特别的解释 为什么到2012年 比如说2012年 尤其是2012年大家都觉得是关键 一定要来看看这场好戏 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结果他这一本书是2013年写的书 然后也解释了过去的他的一些想法 好那各位请那个俊敏来跟我们讲讲 这本书到底在讲什么呢 嗯 其实上呢 本来地球在 根据克里昂的资料 那他是有提到就是说 2012年算是我们的一个关键点 也就是说人类这一点过去是要继续就是衰败下去 还是说就是开始往上到 往上到开悟的境界 嗯 开始往那个方向努力 也就是说 这个点人类集体会决定说 这个地球这个人类是要怎么样走 嗯 那么 目前的 目前人类是决定说不再毁灭自己 就是说 在我们2012年之前听到那些世界末日的预言 其实这世界末日的预言是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也讲了非常的久 嗯哼 那么现在2012年世界末这个预言已经是被取消了 也就是说我们在2012年这个关键点我们决定的是继续活下去 嗯 继续成长 是 但是呢 但是呢 就是说 因为做了这个决定 走了这个方向 我们未来并没有写剧本 嗯 也就是说原本我们为自己 为了为这地球写的剧本 是毁灭 自我毁灭的剧本 那我们现在不要了 哦 是 所以现在在面对新的完全还没有写的方向这边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有点像是一个重整期或者是校准期 嗯 重新整理出发 重新整理重新出发的时间 是 所以这就是2013年重新校准 嗯哼 嗯哼 也就是说 在过去 在过去 我们可能一直往事业末日的方向去走 但是呢 我们决定不要了之后 我们整个计划完全的取消 那么新的计划还没有生出来 可是我们为了要往新的方向走 我们得要调整自己的能量状态 嗯哼 是 让自己能够比较适合往新的方向去发展 嗯哼 是 是 是这样子的 对 那以前有 以前我不晓得 呃 因为非常有可能 之前真的很多通灵的资料 所以有关于磁骑道转或是什么的 资讯 可能会混在一起 对 我记得克里昂好像没有讲到这个说 到道转的程度啦 好像没有啦 哈哈 那我跟你讲 就是他 他有知道就是说 对 在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转换过程 地球也会跟着转变 嗯哼 那么 的确可能不要看到说天气啦 或者是地壳 或者是甚至磁骑也会有剧烈的变化 嗯 那么 但是重点来了 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 当土地上面的人类的意识 能够提高 嗯 那么这些災害 会减少 地球是知道说 就知道说上面的人的意识状态怎么样 嗯哼 而当我们的意识状态提高的时候 我们所转化 换下来的能量 嗯哼 会给予 会有看起来好像说 欸 好像怎么 比较 没那么 强烈 或者是说 好像 散开 那种感觉 嗯 你说 有没有发现说 开心的台风好像 嗯 2012年以后 就这个部分比较少了一点 是吗 应该是说2012年之后 人类意识的影响 对于 天后 或是对于气候的影响 是很明显的 嗯 当大家如果开始看到就是说 呃 比如像是台风要过来 或者是说什么都是要过来 然后感觉很紧张 或者什么的时候 嗯 你所要做的事情 并不是跟着大家一起紧张 嗯哼 现在大家已经听到这个讯息了 你要做的就是好好的定下来 坐下来深呼吸 是 让自己先回到一个 比较平静的状态之后呢 为自己送光 哦 然后把你那种 换下来的那一种紧张 送给地球 嗯 嗯哼 然后呢 当这个送给地球呢 你觉得送差不多了 这个紧张送的差不多之后呢 在想像是说自己的体内有光 慢慢的散出来 嗯 散给周围的人 周围的人 周围的环境 嗯哼 这样就好了 你就做到了你要做的事情 光行者要做的事情 哦 对 对 所以 所以在克里昂在提到这件事情是说 其实光行者在这段过程中 会经历比较严重的转换过程 会经历比较严重的转换过程 是因为 因为这个世界或这个环境会呼应 人类的意识状态 所以光行者在注意自己的想法或注意自己的行为模式 嗯 就是跳到比较能量低落的那一面 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嗯哼 所以他在里面才会提到说 光明跟黑暗的重新校准 跟应该的重新校准 这个 还有后面三个自我重新校准 是 其实对光行人长其实是蛮重要的提醒 哦 嗯 嗯 对啊 我可不可以问一个很好玩的话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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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我当我在看克里昂的这一本书的时候 我就进入到克里昂的 他的 就是 就是 我就必须要相信他的所说的东西 就是他的一个状态里面 这样子 如果比如说我现在看赛斯的 或是我在看其他 我是不是又掉入到另外一个 的状态 就是他的 那个 就是提示 或是 预言当中 会不会有这种状态 应该是这么讲 就是说 这些高龄 他们 你先判断这些高龄 他们是带来是爱的能量 还是恐惧的能量 嗯 他们讲这些是要是让你害怕 还是要让你成长 那是很不一样的状态 先做这个判断 哦 嗯 当做完这个判断说 这个是的确是在为自己成长 所给的资料 而不是为了只是让你害怕 让你 不敢生活 不敢面对生活 那么 而是那一种让你可以继续成长 或者是说继续感觉 嗯 有爱的那种感觉 那个才是比较正确高层来的资料 是 当这个 当这个确定了之后去看一下 如果你有接触到多种以上来源 这些多种以上来源的灵性资料 他们会有一些共通的地方 嗯 所以说即使他们在讲不太一样 譬如像 可能克里扬在讲是说 我们人在意识转换 跟地球之间的关系 对对对对 对 然后赛斯那边就是 纯粹讲的是比较意识方面的书期 但是你会发现说 有些主调 其实是很接近的 嗯 要抓到那种主调 那么 另外就是说 另外就是说 在那个 克里扬 克里扬在讲 如果说很简单讲 你看资料是一回事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运用这些资料 嗯 真的想要为自己的好处 运用这些资料 第一步就是要得相信他们 相信这个资料 哈哈哈 为什么 很简单讲 我们刚刚讲过 人的意识现在越来越能够影响气候 或影响大力 也就是说 意识这件事情 其实是最重要的关键 OK 那么 如果你在阅读这些灵性资料 你先判定它对不对 你觉得OK了 再去接受它 这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好好的运用这些资料 你确定它已经是正确了 你要好好的运用它 那么你得要先相信它 嗯 或是的就是说 或是的就是说 就不论怎么样 就是要试试看 嗯 至少给这个机会的空档 不要说马上就拒绝 或者是马上就是觉得好 我再看看 那 那 如果你真的想要利用它 我就是真的好好的去拥拥看 是 没有 因为我之所以会谈到这个东西 就是 因为我发现克里昂从以前的书到现在 就是 他很喜欢譬如说预言未来 哪一个状态会怎么样 然后 然后什么什么 就是我觉得是 他是比一般的 就是 通灵信息里面 就是会比较 因为他比较 就是会比较很务实的 连 就是比如说 瑪雅 什么 那一些 然后哪里 是什么什么 会讲得更彻底 这样子 对 然后会让人家会有个期待感 你知道吗 会觉得说 这个高龄 既然讲这样 我就来看看 看看他是否如此 没有说不太相信他 只是说 他很多 讲的一些东西 然后 当然 我觉得因为经过了这几年 下来以后 就发现 就像你说的 就是 我们可能 就像我刚才在谈 就是在谈说 他说磁场会变变 但是其实是在他的前言里面 有特别谈到这件事 然后也特别在谈说 也许 他讲的 就是 我一直以为是物质上的改变 其实 他没有 他一直在讲说 我们的智慧 应该就会跟着去改变 然后能量 就是这本书在谈的 重新 校准的 这个概念 然后 我还有一个最好玩的问题是 他为什么每次都说 他是磁力部门的克里昂 磁力部门 这个部门 你知道我头脑就会很好奇 帮听众朋友问 磁力部门 这是 因为他的 他的英文是 Magnetic Service 而且都是大写 那么在那个我们 如果说在我们的行政部门的话 这什么什么Service 其实是什么什么部门的意思 那其实这克里昂在 在关于地球这部分 他其实在做是磁力调教这一块 对啊 因为我记得以前最早就是它是地球的 就是这些磁场路口面 对对对对 就可以把它调整的顺一点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因为其实是说 嗯 那个 在 在之前呢 有个那个 所谓的说 全世界有一个 那个叫做 和谐共正的 突然斜坡 斜坡汇聚的一个活动 那么 大家决定就是说 有点像是说 开始往比较正面的方向去转变 嗯 嗯 所以原本在那个 在那个和谐和那个斜坡汇聚之前呢 对 地球的力量本来 就那个能量来看说 应该是在2000年结束 对对 那么因为 因为那个 你可以说那个时候真的是全世界各地那个 思想开明的人 或者是 嗯 就是比较 就是愿意是说 开始去转换这个能量 这样子 嗯 嗯 那么呢 所以 西元2000年的转换 千禧年并没有那么严重 而且也没有到达那种 也没有出现那么类似像是那种 末日的状况 没有 嗯 嗯 那么 克里昂在来这边 克里昂会来这边 就是做那个磁炸的调整 那么地球的磁集 也在这段时间的移动速度变得很快 这是观察到的现象 嗯 嗯 那之后 在2012年 快要到之后 克里昂说 其实你们的能量 应该是可以pass过的 是 是 而且他也只是到了最 最 20...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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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 克里昂也是到了2012年之前 他在讲说你们应该会过 他没有讲说2012年我们会怎么样 嗯 嗯 但是他觉得他看那个能量的状况是说我们应该会过 OK 嗯 然后就过的时候 他是说其实我们真的是害怕 嗯 他说其实比他们预料的状况还要好 嗯 嗯 对 所以 所以高龄他们的预言是这样 就是他们看到的是能量的趋向或能量的可能性 是 但是他们还是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人类的自由意志 会决定怎么做 嗯哼 是 也就是说即使他看到的是害怕 看到就是说 嗯 这个应该是过得去的状态 他 他也是讲说你们绝对会怎么样 你也怕不会讲这样 但是他觉得应该是OK 嗯 嗯 为什么是因为 是因为 有一部分 这个是他们是很尊重人类的自由意志 或自由选择 是 那人类决定要怎么走 真的真的这是人类独有的选择 这是高龄没有办法干涉的事情 所以他们要等到说真的发生了 才知道说原来人类决定怎么走 嗯哼 嗯哼 好 那这本书有什么样的重点可以再跟大家来提示一下吗 重点就是说他这边有提到的是 特别提一下就是说如果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一些通灵体质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去看第三章 嗯 那是李卡罗这个通克里昂的灵媒 对他自己的通灵体验 对 我觉得他写的很棒 是 所以请大家也可以去参考看看 如果说你本身有通灵能力或是有通灵的经验的话 嗯 真的去看一下 嗯哼 你许会对你来讲会有一些感动或是有一些可以共鸣的地方 是 嗯哼 那另外就是说 那对于就是说 呃如果说你个人本身在面对这个能量转化过程不晓得该怎么做的话 对 可以注意一下那个 嗯 它里面有自我重新校准 自我的重新校准 而且还分成三篇来讲 嗯 这个就要看 嗯哼 可以帮你自己可以觉得是说 到底要注意的 比较先注意哪些方向可以让自己转换 嗯 那另外就是说 呃 当你在面对那个 比如说现实面的那种冲突的时候 或者说看到那些新闻啦 或者是媒体觉得很无力或者觉得很沮丧的时候 请看一下那个第五章 那光明与黑暗的重新校准以及应该的重新校准 嗯 这很重要 嗯哼 那之后呢 那之后呢 关于地球的话 当然就是 盖亚里面会有一个提到的是盖亚的重新校准 因为盖亚也会跟着人类的能量一起转变 是 是 那如果说 在这新的那里面呢 其实我们也拥有新的工具 每个人都有啊 只是看你愿不愿相信愿不愿用用开 是 也就是说 活化我们个人的偏性 然后活化让我们的寿命可以延长 是 然后我们也可以调用自己的阿卡莎的层次 嗯哼 过去以来 把过去以来 把过去以来 前世累积的智慧 可以调用到现在 让自己用出来 嗯 这是 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就是说 我们预言之归预言 或者讲说 你要怎么样 准备怎么 但是这个是你可以使用的工具 嗯 一个是天性 一个是你的 那个 阿卡莎层次 嗯哼 天性可以帮助改变你自己的能量的状况 以及身体的状况 还有生命的受限 受限哦 嗯哼 它可以 如果你真的可以跟它对话的话 它是可以帮助你延长你的寿命 或是转换自己的生命的健康的状态 是 那第二个就是阿卡莎层次的话呢 你可以调用你过去以来 非常非常多的转世的经验里面的精华 拿到现在来帮助自己 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呢 因为对于灵性 对于宗教的喜好 并不会是只有一事累积起来的成果 这是非常多事 它必须通过 譬如像是存活的课题 通过那个人机的课题 它通过很多 因为 经过许多转世 通过许多课题 累积起来经验 那样子的对于灵性 或对于生命的渴求 才会有到这一次 才会有那样的兴趣冒出来 是 所以相对来讲 当如果说你真的是 真的是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 那代表说也许你真的已经算是一个 至少已经是有很多个转世 在这方面的灵魂了 那么你其实在前面这几次 你所有的人生智慧 所有做过的事情 也都通通放在你的阿卡莎层次里面 那你所要做的就是 调用阿卡莎层次 你可以说从阿卡莎层次那边 取得你过去累积起来的生命智慧 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说你对于很多事情 现在开始有兴趣 那与其在哀叹说自己已经年纪很大了 你不凡调用它 你不凡调用它 说不定你以前真的已经有在这方面的经验 你只是没把它们连起来而已 以前的旧能量阿卡莎层次 它就只是负责记录 对 然后顶多就是把过去这些转世里面 比较有戏剧的事件 或者是恐惧没有完成的事件 把它冒出来让你感觉到 以前是这样 但现在新能量进来 我们可以主动的去调用 去要求 调用阿卡莎层次里面自己累积起来的智慧 那是什么 好 今天谢谢俊明跟我们分享这一本 人类进化的重新教准 是克里昂的一本非常棒的书 然后是一中心出版的一本非常好的书 谢谢 谢谢观众 谢谢 安一心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